我們上次上課的時候 那個 我們注意到了說 我們的那個網路只會抓關鍵字 然後雖然說就是 我們上節課學到了 就是非常多文字處理的技巧 但是那個網路本質上 還是會抓關鍵字 關鍵片語之類的 那可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理解文藝的時候 他有時候還要 還要參考上下文 對不對 就同樣一個單字出現 他的上下文出現的東西 不一樣的時候 他那個單字的意思 可能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我們現在就必須想要 一個想到說 我們之前都用卷機器去抓關鍵字 那我們可能設計一種 會記憶的卷機器 那如果說有這種 會記憶的卷機器 那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 我在掃到同樣的字的時候 他的這個 效果可能就會不一樣 好這個是我們的核心的idea 就是我們要設計 會記憶的卷機器 這樣好不好 那什麼叫會記憶的卷機器 我們現在開始要介紹第一個 這個會記憶的卷機器 好不好 這個好好學喔 因為我先跟大家 劇透一下 等一下這個東西齁 在mxnet裡面 是沒有 已經存在好的 就是 已經存在好的這個 就是layer可以直接call的喔 好不好 就是你們現在 在做CNN的時候 在做convolutional network的時候 你們就mxsymbol.convolutional 對不對 等一下沒有這種東西喔 所以裡面的數學是我們很清楚喔 那不然的話那個 不然的話你就 你就 用起來會非常的痛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 呃我們 帶有記憶結構的 就是我們需要保留 剛剛的資訊嘛 對不對 那保留剛剛的資訊 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我的input啊 我不只要想要 當前的那個字 怎樣 還記得我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呃 我們的那個 呃資料結構 在競卷機核之前 長的樣子是怎麼樣 是不是一個n乘於50 那個50可能是我自訂的那個維度 就我們我2factor 做出來那個維度嘛 對不對 我們把 把文字轉成向量 這個技術叫word embedding 那word embedding 這個詞遷入啊 這個 詞遷入的這個東西 這個每一個詞的遷入啊 在往下掃的過程 我們現在是用卷機核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想要有記憶結構 就是 我掃到第二個的時候 掃第一個的時候 真的沒有問題 因為掃第一個的時候 他之前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做那個 讀過任何一個單字嘛 對不對 他讀下一個單字的時候 我要把訊息啊 往前這個 往前跟他做某種程度的結合 然後之後再出去 做運算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最簡單最簡單的想法 就是相加嘛 這樣可以理解嗎 相加或者是 或者是 用contact 這樣可以理解吧 相加或者用contact 就是一開始啊 一開始我的向量 假設 這個 我們看黑板好了 假設一開始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持線路是50嘛 那這個 第二個字也是50 那這個 被我們的捲機盒掃過之後 被我們捲機盒掃過之後 被我們捲機盒掃過之後 我們希望 他的這個 他這邊出來 假設是 Number of Fighters 是100好了 那我們出來就是100嘛 然後我們從他這裡 他出去也是100 這樣可以吧 可是我們現在想法是說 我們在 做這個掃描的時候 我們不要直接 不要直接像剛剛 我們之前捲機盒一樣 就是直接 呃 相當內積 相當內積出來 得到的答案嘛 對不對 我們希望除了相當內積以外 我們也整合這個information進來 那這個 有什麼方法可以整合 這兩個同樣出來呢 那一個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我把這兩個 數字加起來嘛 這樣可以吧 我把 我 我在做第二個的時候 我第一個 input 就是他自己本身 我們把這個叫x1 這個叫x2 那我們經過 同樣的捲機盒 這個捲機盒 我們叫他 我們叫他c 我們叫他c1 這裡也是c1嘛 就是這樣過來對不對 那我們本來 這100個數字是 x1 乘上c1 他的相當內積 這100個數字是x2 c2 的相當內積 那如果我們要帶有 記憶功能 我們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x1加x2 c2 好這樣子 下來的結果嘛 對不對 用加的 這夠簡單了吧 對不對 那用加的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說啦 好不好 那第三個嗎 到第三個 這個筆很爛 好這樣x3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他的 他的這個最後結果 是不是就是 x1 加x2 加x3 x3 x2 x2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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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可以理解吧 就是我 一路這樣過去的時候 我就一路往下加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可是這個時候 我們出現一個問題啊 這個 呃 第一個是 我 這樣子的 我的結構 我每一層的這個結構 是不是 可 是不是會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呃 所謂每一層的結構 會變就是 這並不是一個循環結構 就是等一下我們 呃 程式會非常難寫 為什麼呢 你現在要怎麼做呢 你現在需要把每個單字都拆開 像我們在做yolo那個樣子 就是一開始有一個 N乘以50的 呃 50 乘上N 然後我們把它全部拆開之後 然後我們把這裡 這個x3 變成 這兩個的箱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然後變成一個新的東西嘛 這個 然後一次 這四個東西的箱加 變成新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然後再 讓一個confusion去捲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唯一的做法嘛 對不對 可是 這樣子的話 我們越往後 我們的那個結構是不可 就是我們每一個 我們每一個新的這個字的結構啊 是 不可循環的 就是每一個長新的東西 長得不一樣 所以我們 如果想要讓每個東西長一樣的話 我們需要在這裡啊 加一個東西 叫做 叫做 我們把它叫做xplump好了 這個xplump 在這裡的時候 在過這個的時候 它等於 x1 然後 過完這個之後啊 我們不要直接輸出100個 我們同時輸出50個 這50個參數 就是一個新的xplump 這新的xplump 等於 x1 加x2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還可以用某一種權重耶 假如說這個權重可能是 假如說0.8 然後這是0.2 類似這種樣子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著呢 這個x3 這個confusion fighter 過完之後 除了出去100個以外 它是不是又更新了它的xplump 每一次它可以每一次的xplump 等於xplump 上一次的xplump 再加上 當前的輸出 然後用某種權重把它加起來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可以用加的啦 那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concate的 concate就是把它串起來 也就是說 我一開始這邊只有50 然後我現在新的這個結構啊 在做這個的時候 它等於是x1 x2 xplump 和xplump 在這裡的時候xplump xplump 初始值它可能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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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降量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它在第一次做的時候啊 我的input 不是只有x1 而是x1加上xplump 然後x2呢 做第二次的時候 我把xplump做了一個更新 我這個file 我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的輸出 有兩個喔 一個是丟到下面的 長度100的向量 一個是更新它的xplump 然後把這個xplump丟過來 再跟x2concate起來 然後再往下 再往下 繼續輸出兩個值 一個是下面的100 另外一個是xplump 又一直繼承 這樣這個xplump 是不是就一直繼承了 一直繼承 就是我在掃描的過程中啊 它就一直記住這個xplump 是什麼東西 好如果你現在聽我講法 覺得非常困難 沒辦法理解 我們看數學4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啊 對我們的輸入是x 我們的輸入是x 我們的hx2t-2 這個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xplump 就是當前記憶的值 好我們把這兩個先contact起來 contact起來之後變成q q這個東西直接經過w w這個是一個權重嘛 對不對 經過w之後變成p p呢p可以經過非線型轉換嘛 這個l函數就是一個先行轉換函數 對吧 好經過這個p tang這個函數 它是不是就變成ht1了 這是不是當前的一個新的狀態 也就是 這個新的x1 新的xplump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個東西 它跟xt又有contact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q 那我們永遠在用w 再去做運算的時候 這個w再做運算 這是不是就是convolution 這東西convolution喔 就是線型轉換這個部分 就是convolution的意思喔 這個 它在做convolution的時候 永遠都是上一次的狀態 加上當前的狀態 上次的狀態加上當前的狀態 它這樣子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 它是不是就有記憶 它是不是就有記憶性 為什麼 因為那個h這個東西不斷的被更新 它是具有記憶性的 好不過這樣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存在的問題就是 來 隨著 離得越來越遠 你注意一下喔 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 在第二個 x2的時候 x1是不是完全 所有的h 那個h 所隱含的information 都是x1來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都是x1來的 那在 x3的時候 這個information是不是x1和x2來的 這樣可以嗎 那 那個 那這樣子的話 隨著這個卷機 越卷越後面 這個 離它越遠的單字 是不是就越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 因為它每次的這個權重 是共享的啊 不管它用個什麼樣的比例 把它加上去好了 舉例來說 x' x'2 它等於x0 x0就是0向量嘛 對不對 它要乘以 就要乘以0.8 再加上 x1的 x1的 x1' x1' x1'是0向量 加上x1 乘以0.2 那它是不是過來 那x3' 它是不是得 x2' 乘以0.8 再加上x2 然後依此可以這樣下去 這樣子這個x'2 它是不是佔有x1的比例 你是不是就越來越小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離的 隨著你卷機卷的越來越遠啊 這個 越前面的單字 它就 對於後面的影響就越小 這樣子合理嗎 這樣子有合理的感覺嗎 欸 影子你幹嘛偷笑 你覺得合理嗎 你覺得合理嗎 這 好像就是 用家的就是 到前面的一些 東西到後面就看不到 就變越遠 好所以 完全就是 順序 離你當前的單字 越接近的字 它就越重要 如果是 依照剛剛現在這個結構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那 從某種角度它也是符合現實的 好不好 你在看一篇文章的時候 你看它的前後文 你要確認這個單字的意思 你會看100個字以前嗎 恐怕也不會吧 對不對 可是 可是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問題啊 就是比較靠近的字 呃 我們大體上符合我們需要 可是問題是 呃 越 非常非常靠近的那幾個字 並不見得真的是 最具有information的嘛 對不對 我們通常做的事情 並不是 找那個單字的前後文 去確認它的意思 而是找那個 單字的前後 比較重要的關鍵字 比如如果是什麼 意思啊 樂啊之類的 子不重要嘛 對不對 那些字我們通常直接忽略不看 對吧 所以說 我們現在必須要有個想法 也就是 就是這個權重 這個權重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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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喔 也就是在最開始的時候 在最開始的時候 對於這個X2來講 他的權重比例可能是 0.6 0.4 可是對X3來講 他的權重比例可怕是 0.2 0.8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能覺得X2比較重要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覺得X2比較重要 他覺得X2比較重要 這個X1不重要 那對X4來講呢 X4 Plum來講 他可能會覺得 他可能會覺得 欸 因為X2很重要嘛 對不對 然後他可能覺得 欸這裡應該是0.9 0.1 好這樣懂的意思了嗎 所以我希望這個東西 是可以動態調整的 這樣這樣 我不要他是一個固定的數值 那我如果他是 他是 可以動態調整的 那這邊是不是也要有一個 呃 也要有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 去根據當前的狀態 去預測 他現在 的數值應該是要多少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到下一頁了 我們下一頁要講的就是 這個長短期記單元 他叫LSTM Long Short Term Memory Unit 這個東西啊 就是 我們按照 based on 我們剛剛的idea 我們希望 第一個我們希望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 卷機的過程中 我們在卷機的過程中 這個 我們要保留 之前的記憶資訊 保留之前的結果 這是第一個 核心idea 第二個核心idea 是 我要決定 採用多少 當前的information 和多少 之前的information 這個比例啊 要動態調整 根據我輸入的關鍵字 有多重要 決定我 我的這個比例 對不對 所以說 那這個比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動態調整 暗示的是 裡面我需要有一個 prediction function 去決定 去決定這個比例有多大 對不對 所以他的事實就會複雜了喔 也就是他是 他有點像 network in network的感覺 也就是我這整個unit裡面啊 同時有其他神經網路在裡面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這一個 這個就是他的結構 當前的東西輸入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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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當前的東西輸入了以後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 是之前的 之前的輸出 這兩個東西之前的輸出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 Xplunk 這樣可以啊 Xplunk 先跟當前的輸入 先做一個contact 先做一個串聯 串聯之後 經過四個神經網路 經過四個神經網路喔 欸不是 不要講神經網路啊 經過四個l function 就做線境變換四次 做線境變換四次 分別產生四個value 第一個value是 經過一個sigmoid 這個sigmoid的函數啊 出來的值就是0到1對不對 這個出來的值就是0到1 這樣可以吧 那第二個sigmoid出來也是0到1 第三個sigmoid出來也是0到1 這個出來這個經過這個 這個函數那就是 它就是一個非線性轉換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前的值跟 當前的值跟之前的值 直接先經過這四個之後 這是不是就是contact之後的 非線 contact之後的非線性轉換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其實這是我們主要的輸出喔 看一下這一格是我們主要的輸出喔 這是我們主要的輸出喔 要看懂啊 這是我們主要的輸出 我們主要的輸出 需要乘上一個 0到1之間的數 這個0到1之間的數字 似乎就是在決定 到底我要保留多少當前的資訊 這個0到1之間 我們要保留多少當前的資訊 而這個sigmoid的函數 他控制這個過去的訊息要保留多少 然後接著我們把這兩個information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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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就直接出去了 加在一起之後 這個東西就直接出去了 同時啊 這個 新的一個sigmoid的函數 去決定啊 這個東西出去以前 他經過tanj 函數 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 交換 做一個這個 飛行李轉換 然後再成長這個 成長這個權重 這個權重決定 我要忘記多少 就是我之前的information 要被降低百 降低百分之幾 降低百分之幾的結果 這個直接當作輸出 這個是新的輸出 而這個 輸出的結果 被 輸出的結果 又被丟進來 跟這個 跟這個 我的 新的這個 x去做conclare 所以我們的 x的conclare 上面這條線 跟下面這條線 差別在哪裡 上面這條 下面這條線啊 下面這條線是上個結果 上個的結果 對不對 而且這個上個的結果 有basic mode修正過 有被一定程度的遺忘了 所以上個的結果 跟當前的結果 來做一個 一系列的預測 而這個 結果是不斷的被累加 不斷的被累加 不斷的把新的輸出 加進去 把新的輸出加進去 這個是不是就沒有被 沒有被這個 沒有被這個 就是沒有被revise 所以這個上面這個結果 我們就要長期記 下面這個結果 我們就要短期記憶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數學是怎麼表達的 好不好 我們一開始 我們把這個地方 叫做x 這個就是我們的輸入碼 他是x向量 那他的 上一層的結果 上一層的結果 我們叫h 一樣我們叫h 所以h 這是短期記憶 h先跟x先做的contact 變成q q 經過linear function 第一個linear function 去負責產生這個 第一個linear function 產生L1 L1 是決定是否要抹除長期記憶 為什麼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字 這個我們就希望他盡可能都乘上0 我們要把長期記憶給去掉 為什麼 因為現在那個都太久以前了 我們新出現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字 所以我們需要把長期記憶給去掉了 我們需要把長期記憶給去掉的話 我們這裡是不是就盡可能需要他乘上0 所以在這裡 L1 我們要經過一個 非間線轉換 這個非間線轉換是sigmoid sigmoid完了之後 這個 非間線0到1之間的數字 就要跟長期記憶 長期記憶我們叫他c 就要乘上上一個階段的長期記憶 產生新的長期記憶 這樣懂嗎 那如果我們覺得 這個字實在是非常不重要 就要說這個字是什麼the 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就希望 乘上去的數字盡可能接近1 保留長期記憶的資訊 然後我們現在當前的資訊不要保留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接著 除了L1有了以後 我們還需要 我們被稍微消去之後得到c 對不對 當前的長期記憶 當前的長期記憶有了以後 我們還需要把這個 當前的這個 當前的這個短期記憶的這個結果 跟我們的這個x compare起來之後 這個q 先產生一個 這個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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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L2是我們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就是準備要 我們的短期記憶的這個 短期記憶跟我們 到時候我們這個飛行線轉換 要乘上的權重 好這個L2 經過之後A2 A2就是我們的這個權重 這是我們當前的這個權重 那A3呢 A3是我們當前的飛行線轉換完之後的輸出 把這兩個暗元素相乘之後 這個s 這個s 就是我們 暫存的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 我們暫存的短期記憶 這是我們暫存的短期記憶 這個s 是我們暫存的短期記憶 這樣可以吧 這個短期記憶 我們就要跟長期記憶加起來 把它加上去 跟我們當前的長期記憶做一個 做一個合併 我們產生新的長期記憶 這個ct 上面加這個符號 代表的是被抹去之後的長期記憶 這是新的長期記憶 那接著呢 這個新的長期記憶 要得到輸出的結果的時候 這個新的長期記憶 就繼續繼承了嘛 對不對 但要得到輸出的結果的時候 我們一樣還要再經過一個 飛行線轉換 一個 L函數去決定 我們要怎麼樣去修正 這個長期記憶的比例 然後和這個tangent 這個tangent 這個飛行線轉換 完了之後的結果 這個結果 要跟我們的這個東西把它 乘在一起 所以這個數字ht 這是我們新的output 而這個ht 又會進入下一層的這個 Q 然後繼續做運算 好這個東西 如果要非常理解 就是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等一下 就是我在這裡 已經 把LSTM的sell 已經把它寫下來了 這個寫下來 你可以 再仔細的 這個 等一下 呃 我們應該是沒有時間 讓你在那邊首刻了 好不好 這個是我刻出來的喔 呃 我們在mxnet裡面 沒有LSTM的這個結構喔 這樣 沒有LSTM的layer喔 所以我們是自己刻出一個LSTM的layer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的 來 首先先 先做Drop out 當然你可以選擇要Drop out 或不要Drop out 對不對 然後之後 把它做一個Fully connected 之後產生很多個門 叫InGate InTransform ForgetGate OutGate 這幾個Gate 分別對應到我們前面的這幾個 InGate 有叫Gate的 就是0到1之間 就是過Sigmoid的函數 這樣可以吧 InGate 就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長期記一下做怎麼樣的修正 InTransform InTransform InTransform就是這一格 這樣可以吧 然後 ForgotGate ForgotGate 在這裡 OutGate OutGate 在這裡 出去的時候我要做 怎麼樣的Gate 好那所以 看著喔 如果 它是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就沒有 當前資訊 過去的資訊 對不對 第一個 第一個Information 是沒有過去的資訊的阿 如果它是First的話 我就只要InGate乘上Transform InGate乘上Transform InGate 這兩個乘上Transform 直接出去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是 這個 如果是 就是 它不是第一個的話 我就要是ForgotGate乘上Previous的C 再加上 InGate乘上Transform 那注意 它的Output 有一個C 有一個H H是我們的輸出 C是我們的長期記憶 對吧 所以你把這個東西 在往 新的LSTM Cell 丟的時候 過去的C 就會對我們的造成影響 這樣可以嗎 所以LSTM Cell的輸出 分別的是 NextC跟 NextH 好 那我們要把 LSTM Unit 把它轉換成 LSTM Layer 剛剛那只是某一個Cell 我們現在要把 那一個Cell 轉換成Layer 轉換成Layer的話 你的InData 就需要 告訴我們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呃 我們要先把它轉成 不同的單字 把它轉成不同的單字了以後 我們需要 因為我們希望 從前面讀也從後面讀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看前後文的時候 我們如果只從一個方向 就只有看前文 沒有看後文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有 前的跟後的 前的我們叫Sys 後的我們叫Trans 然後我們有Sys的Parameter Cell 跟Trans的Parameter Cell 因為它的權重要共用 所以我們需要先把它的權重 全部都列出來 因為它的權重要共用 它權重要共用之後 我們就把LAST的Hidden 把它列下來 然後Sys的先做 Sys的先做 它主要就是 如果Sequence是1的話 我們就在First這邊 給它打True Else 我們就把PrivateState把它填進去 那這個PrivateState 它是會一直更新的 這個LASTState 這個LASTState 它是會一直更新的 它每一次在做回圈的時候 這個LASTState就被更新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的Hidden Hidden就是我們的這個 當前的這個輸出 然後我們之後的結果 就是把我們的Hidden 把它跟 把它跟我們的這個 LASTHidden 跟之前的Hidden 把它合在一起 變成LASTHidden1 這個LASTHidden1 是我們的這個 最終的這個 輸出結果的組合 也就是我們最後的這100 這個數字 把它合在一起的結果 所以我們50層N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100層N 這樣可以接受嗎 100層N 好那Inverse 就是如果我要做Trans的話 我要怎麼做 所以你會看到我在這裡 我所使用的Parameter 都是Sys的Parameter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是第幾個 第幾個 這是第幾個單字 然後這是第幾層Layer 然後他要不要Drop out 好那一路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我可以把這個 Contact for 就是 我的這個 Inverse跟Trans Inverse跟這個 沒有Inverse的這個結果 把它Contact起來 最後把它輸出出去 好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是我寫完的 如果你要了解裡面的細節的話 這個東西你一定會覺得非常難啊 對不對 非常正常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第12課14課 到時候16課 都是非常難的東西 就是一點都不基本 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要做那個 就是練習題的時候 這是我MXNet寫的東西 你就在R語言裡面 把這個Inference的結果 Inference的過程 把它全部重做一次 好這樣你就會理解 語言是怎麼處理的 好不好 好那有了LSTN這個Layer之後 我們借用上週的數據 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LSTN Layer來做 這個LSTN Layer 這是我們已經做好的函數 我們把它弄下來 給大家看 好這個是我們的LSTN Cell 跟我們的LSTN Layer 好注意這兩個是共用的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新的Convolution Layer 那裡面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就需要知道裡面的細節嘛 對不對 好我們把上個禮拜的課 把它抓過來 抓過來使用 好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Data 放在LSTN Layer 放在LSTN 13 我們放14好了 第14課也有相對應的這個Data 把它讀進來之後 把它分成Test1跟TrainY跟TestY 然後之後呢 我們把Iterator 把它弄過來 好重點在這裡 重點是我們的Model的Architecture 我們的Model的Architecture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定義完LSTN Layer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在這裡就只要輸入LSTN Layer 你就可以跟這個 跟上一週的Convolution 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好 只是差別在LSTN Layer 畢竟它內部 我是需要去知道 它這個 就是有幾個 就是有 這個長度為多少 否則我不知道它要切成幾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必須把Sequence Length 這裡填上Max Length 這個Max Length 這個Max Length 是我們最長的 最長的那個句子 它長度多少 如果它長度 其他的就是補0 你可以接收 它就補0值 所以說 這個 LSTN Layer 這個 它跟Convolution 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們需要預先指定它的 這個 它的這個 就是Sequence Length 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喔 LSTN Layer 在Training的時候 它是不能夠允許 不等長度的輸入的喔 它一定要是等長度的輸入喔 不過這個非常 非常常 非常可以理解啦 好不好 你如果 一個就是 不等長度的 的 輸入 它是沒有把它寫成一個 Function的嘛 對不對 你那個Function一定要是 要固定長度的輸入才可以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那個LSTN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可以直接求Max 跟我們上週一樣 求Max Pulling 那Max Pulling之後的結果 直接過Fully Connected 就Logistic Output 所以中間 唯一的差別 只有LSTN這裡 的差別 我們需要 當然我們需要非常清楚 就是那個LSTN是怎麼做的啦 好不好 好 OpMiner 好然後接著就可以Training了 好 好Training完 Training完了以後 我們希望 預測的時候 我們補上Embedding的權重 然後這裡 給它趕GPU 然後再ROC Curve 好 好 我們就放了讓它跑 從頭到尾複製貼上一遍 你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個model 這個model 是用LSTN 所做出來的嘛 LSTN Long Short Term Memory OK 就是LSTN 就是這個 這樣的一個Layer 這樣黑吧 好 那我們的練習啊 重點就在於 如果你還沒訓練 你現在這個過程 全部複製貼上就可以做到了 當你開始訓練了以後 請你就不用把它訓練完了 而是下載 我們之前已經訓練好了 LSTN V1 這兩個東西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了以後啊 請你直接做一個predict 直接做一個predict 這樣可以嗎 就是把你的這個 某一筆資料把它丟進這個my model 這個my model 就是我們的LSTN 的這個model 這樣可以吧 我們LSTN的這個model 你把它predict之後得到的結果 我們就是sub input 跟我們的sub output 但是我可以跟你們講 就是你LSTN的過程 你要完全重現 因為你必須從第一個字到第200個字 它都必須完全相同啊 它都一定必須走完 為什麼 因為它必須走完 它才可以 它才可以得到完整的嘛 因為最後第200個那個字 它完全是就是based on 就是 它完全是based on 就是前面199個字的這個input 因為你也必須要有那個 長期記憶你才可以往後做 所以你只要做出前1到5個就好 而且你只需要做出正向啊 不用做出反向的 所以我們需要把sub input 跟sub output 把它做出來 你只需要做出正向跟反向的喔 那我預期啊 你們是幾乎不可能做出練習1的 好不好 所以啊 我們的過程就是 你需要確保 我們現在當下的過程 就是確保 你可以run的動 前面這個training的過程 跟後面練習1的答案 你們可以確保它 答案是可以run的 而你們回家之後必須 把這個練習1的這個過程 把它充分理解 用自己的想法 不是照抄這個程式一行行看喔 而是 針對我前面對LSTM的這一個 LSTM的這一個介紹 你必須 重新做出自己的練習1 而我的coding是參考答案 就是你如果這樣做 答案是絕對會有的嘛 會完全一樣的嘛 你必須完全了解 in-gator,in-transform,forgot-gator,out-gator 這幾個東西他到底在做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給大家做一下 好我們要做這個model training的話 這個難度就是不會很高啦 好不好這個 好這是我們的output 我們的output 這個是我們的 某一層output 就是我們LSTM中間的output 這種中間output是 200個字 然後那個輸出是100個特徵 單向的前五個字 我們只要看他的前50個output 為什麼勒 因為 如果這個他的那個什麼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就如果我們那個 要看的這個字太多了 就是要看的這個特徵 太多或字太多的話 這個我們到時候做起來會很累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 那他要怎麼inference勒 他要inference 這裡是sub 他要inference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 首先要先進行embedded 然後不要忘記R的索引跟mxnet不太一樣 所以這裡需要加1 好 embedding完之後 我們需要一個字一個字來做 他在i等於1的時候 他沒有 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嘛 對不對 在i等於1的時候 是沒有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的 i等於2的時候 這裡是我們可以檢查 next h 跟當下的這個output 是不是完全一致 你會發現完全一樣 i等於2的時候 最i等於1跟i等於2的時候 差別是不是在這一行 next c這裡 這一行是不是i等於1跟i等於2 最大不一樣 這樣可以吧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需要加上forgot key 跟next c了 剩下的都是這個完全一樣 好 那之後 就是i等於1到5 然後重點在於 這個 這個 這個i不等於1的時候 我們要做這個 else的話 我們直接過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LSTN的這個 這個實現過程 好不好 你只要複製器上 東西就會出來了 那 我先講一下 這個LSTN這整個過程 你不要覺得他不重要 你一定要 一定要去把他inference出來 我 看過太多人了 就是那個LSTN那個 就是 就是直接套著用 然後裡面 有幾個方程式都記不起來 來 我現在隨便考一下 來 有幾個方程式 Excel有幾個方程式 我就問你幾個 六個 來 拿六個式子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來 第一個式子 我們四個就是 有權重的式子 好不好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對不對 一二三四 對不對 好然後 這四個是 這四個是 要出來對不對 還有 這四個是有權重的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還有這個 你要把他們的結果 加起來 這兩個式子 就是 這裡 這個也是一個式子 這裡也是一個式子 好不好 好 不過你四個 你至少知道 就是他有四個需要權重的地方 好不好 好啦 我想講的是 就是 以後 你們要做語言任務 要出去找工作 那 你說你會用 LSTM 那我建議你裡面的東西要會 不然你被問的時候 這樣子會 會有點 全場會有點尷尬 這樣子 這樣知道嗎 這個 LSTM 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東西啊 這就好像問你 Comblution 你必須要知道他是像那一隻啊 這樣可以吧 好那所以說 一定要做喔 一定要做 雖然我現在這邊講一定要做 但是我認為 你們 調皮的機會還是很高的 幹嘛 為什麼要調皮的笑 怎麼會淘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LSTM 不想做 至少GRU要做 好不好 這個LSTM剛剛做了 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一件 很嚴重的事情啊 第一個事情是 這個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啊 它好像是可以整合起來的 這個 這個 呃 我一直 我的短期記憶跟長期記憶 我的短期記憶跟長期記憶 其實只差一個東西吧 是不是就只差 先經過非限制轉換之後 然後再乘上一個 這個GATE 對吧 這是我們這個 這是我們這個 就是 呃 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 最大的差別 就只有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有沒有必要 把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 分成兩個 不見得有必要喔 好不好 它好像可以合併 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 它其實 差別很小啊 它只是乘上個0跟1 之類的東西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第二個 這個 我們可以改進的地方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要乘上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長期記憶乘上個0到1之間的數 短期記憶也乘上個0到1之間的數 然後把它兩個加起來 欸 為什麼這兩個 不可以加起來是1啊 所以我長期記憶乘上個0.8 我短期記憶就要乘上0.5嘛 對不對 長期記憶乘上0.2 短期記憶就乘上0.8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這兩個加起來是1 這樣就可以少掉 我就可以少掉一個GAT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有兩個GAT 至少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GRU 首先要先跟H 這個H就是當前的輸出 上一代輸出 所以他上一代輸出 跟他的長期記憶 就是整合起來的喔 輸出就是長期記憶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 他的這個東西 需要先跟X 先經過一個contact 他串聯之後呢 先乘上個0到1 先乘上個這個linear output 然後並且變成一個0到1的數字 再跟新的長期記憶結合起來 而我這個被revised的長期記憶的權重 才跟新的這個input 產生一個新的這個 非線型轉換的結果 好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裡需要先一個GAT 乘上來 主要是我希望我的輸出啊 我這個經過非線型轉換這個東西啊 我希望他不要 百分之百 既成長期記憶 他短期記憶的結果還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可以吧 短期記憶 這不是短期記憶啦 這是一個當前的輸出 當前的輸入 當前的輸入 我需要有一個這個東西 把它盛起來之後 然後再跟 被加權之後的長期記憶 把它合併再產生輸出結果 而這個被加權之後 這兩個東西的合併 它還必須產生另外一個GAT 這個GAT 必須產生完之後 這個新的這個數字 叫做0.7 那這個 這個新的輸出就是 0.3倍的1-0.7 0.3倍的長期記憶 加上0.7倍的輸出 然後變成新的長期記憶跟我的輸出 好這樣可以結果 這個圖我們要怎麼看呢 來首先 X跟HT 先把它合併起來變QT 這個QT 我們要產生兩個GAT 所以我們需要L1 A1 跟A2 A1跟A2 是兩個GAT 這樣可以吧 然後HT 我們需要乘上GAT1 這個GAT1 產生暫存的記憶叫HT 這個HT 跟我們的HT 上面加個HAT HTHAT 跟我們的XT 必須合併成QT QT必須經過我們的W3 產生我們的Linear Output 再經過飛行率轉換產生A3 這個A3 跟我們的A2 A2是我們剛剛的這個GAT 否它的GAT 這兩個都會乘在一起 加上1-A2 乘上長期記憶 這兩個東西是我們下一代的Output 也是我們的長期記憶 所以我們的 GRU GAT GATED Recurrent Unit 它是不是變成只有三個 Linear Function 它比起我們的 LRSTM 它的這個 Linear Function 就更少了一點 好事實上 你當然還可以再更少一點 Linear Function 舉例來說 你可以 嫌這個東西也 這個東西也 這個麻煩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這兩個東西 合併在一起啊 就是我這個東西不要沉了 我直接把這個東西輸出 呃 就是 飛行電轉換 跟這個東西 不過它的Performance 就差了 好 所以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這個Sale的這個結構啊 其實你只要發表出來 就是一篇Paper 你只要看看這個 你設計的結構 跟之前的結構 誰比較好 有非常多種 這種研究啦 就來說 GATED GATED Recurrent Unit 跟LSTM比起來 其實就是速度快一點 Performance沒有變差 這樣它就會發一篇 你也可以速度變慢沒有關係 但Performance變好 這樣也OK 好不好 要嘛你就Performance有提升 要嘛你就速度有提升 只有隨便 好不好 這個就是看你 然後你這個 設計的好通用 那這樣子你的Paper 就很多人會用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 看一下怎麼實現它 實現它的方法一樣 我們需要有 Silence GAT 這個Update GAT 跟Reset GAT 這三個GAT 你需要這三個GAT 這三個GAT 有了以後 這三個GAT 有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 注意喔 Silence GAT 是把它分成兩個喔 把它分成兩個 分兩個之後 才去經過 Active Activation 才會產生 Update GAT 跟Reset GAT 然後還有這個 I2H I2H 就是這個 這個I2H 這幾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 做一個相乘相加之後 就會產生出我們的 Next H 注意在我們的GRU裡面 是沒有Next C的喔 只有Next H 因為Next H 就是它的長期記憶 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直接輸出長期記憶喔 它不是輸出 它不是在經過一個什麼轉換 再輸出 它直接輸出長期記憶 這樣的一個東西 GRU Sale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複製下來 在我們的這裡 剛剛只有LSTM Sale 我們在這裡 再產生一個GRU Sale 跟我們的GRU Layer 好這個東西我已經寫好了啦 就是原則上你當然就是 只要使用就可以了 不過還是覺得就是 這個還是你還是必須要就是 就是學習一下就是 怎麼樣做這個推理啦 我們當然要練習題也是做推理 好不好 但這個練習題當然 我也不期待你們當下做 馬上做出來 因為你首先你要先理解 這個式子的結構 再加上這個 呃 程式要寫出來 那個程式也蠻長的 所以說就是比較 比較難一點 但是回家也要練習啊 好不好 不然你就完全不懂語言 你在做什麼 好 定義好Model Architecture 你只要把GRU 跟LSTM 剛剛那串程式嘛 你現在有了GRU Sale 跟GRU Layer之後 你只要在Architecture這裡 把LSTM跟Pool這裡 把它改掉 改成GRU1 GRU1 然後這裡改成GRU Layer 這樣就收工了 這樣就可以用了 可以直接training 好後面 你可以看出這個 模型效能不太可能有太大的提升 但是速度會變快喔 剛剛的訓練速度跟現在的訓練速度 一定是不一樣的 欸然後我居然這裡沒有Inference 居然沒有要Inference的這個練習喔 好沒關係 那我們這個 我們要練習 那我們就先 首先讓大家先過一下這個GRU的這個練習喔 好不好 好我們剛剛 做了這個GRU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有哪一個最大的問題好了 我們的Output 是Max Pulling 對不對 可是Max Pulling 這個Max Pulling 這個 是不是 我們在抓關鍵字的時候 抓最重要的關鍵字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啦 好不好 可是 呃這個 呃 他一定是不可能抽取整一個段落的意思的嘛 整個句子的意思 絕對不是用關鍵字組成的嘛 對不對來 有沒有人覺得 有沒有人要念一下這一段齁 來映竹念一下 你是這樣看的嗎 你不是看到研究表明嗎 不是叫我念他嗎 喔你今天念他嗎 那你念一看 說照他念 當然你可以先照他念啊 你看你怎麼發現一件事情啊 沒關係你不用念了好不好 就是 你腦袋裡面想的 跟這個 就是 你看到的好像有點落差對不對 你腦袋裡面想的是一段通順的句子對不對 好那不然你 你如果用通順的念法 你會不會很快要念完 你要做個實驗 對阿 對阿 你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 你的腦袋好像會自動的做一些修正 對不對 你會做一些腦補阿 你們有人可以念本來的 你們所有人可以自己做一個test阿 阿我就不想丟臉阿 好不好 你們自己回去 你們自己回去試阿 就是你們看他念原來的順序比較簡單 還在念你腦補之後出來的順序比較簡單 你會發現念正確的順序比較簡單阿 就是念 現在他是 他顯然是錯誤的順序嘛 對不對 但你會發現 念正確 念這個 不是我們眼見為憑的那個順序比較簡單阿 念起來會通順非常多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咧 這是 這個 這個現象非常的有趣阿 好不好 你們以前 了解你們以前看過這個現象嗎 蛤 你不知道 有沒有人看過的 這段句子有沒有人看過的 你有看過 你要提出一些想法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有看過這張圖 你有看過這張圖 OK 好那 重點是什麼 重點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阿 就是我們人在理解這段文章的時候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我們剛剛講的非常有邏輯 什麼前後文阿 有的沒的 其實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我們的重點是 我們會先把關鍵字抓出來 我們認為重要的關鍵字抓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這些重要的關鍵字 自己做一個組合 對不對 組合出一個通順 我們猜一個意思出來 根據這些關鍵字猜一個意思出來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阿 剛剛我們才講關鍵字不好 現在發現 我們好像是這麼運作的阿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我們的一個句子的句義阿 其實是透過關鍵字組成的 並不是透過文字順序組成 雖然順序很重要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雖然順序很重要 但是產生 要變成一個句子的意思的時候 他又是透過關鍵字組成的 而裡面有一些單字 其實把它刪掉也無所謂 其實把它刪掉也無所謂嘛 對不對 那個句子的字還是可以 那個句子的意思還是可以被拼湊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圖是非常有趣的啦 好不好 也就是讓我們了解到 原來我們的腦袋 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運轉 那我們的人工智慧 我們的這個深度學習 我們的研究重點是什麼 我們想要提出的那個predict function 那我們是不是要盡可能模仿生物 因為我們在此之前我們已經發現 我們只要我們模仿生物 performance就是好的 對不對 我們模仿了 我們模仿了什麼 我們模仿了大腦 我們模仿了眼睛 對不對 我們模仿了好多東西 我們發現只要模仿就是好的 那那個LSTM是模仿嗎 LSTM完全沒有生理機制啊 對不對 那完全是我們認為 應該要什麼 應該要什麼 LSTM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模仿任何生物研究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如果知道 我們大腦會幹這件事 我們要好好模仿它 理論上我們出來的東西 就不會太差嘛 對不對 畢竟這是經過很多演化得來的嘛 對不對 這樣我們還沒有超過這個 在我們的這個研究水平 還沒有超過我們這個 生物能理解的之前 應該模仿生物都是好的 好 那這個東西啊 其實 你就要知道 欸這個 如何 我們現在如果要把一個句子做加權的話 絕對不是 拿每個單字來做平均 而是要把單字做一個加權 然後把加權的結果拼在一起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這個 核心的idea喔 這個idea啊 欸我們權重是不是很久以前 我們就學過一個叫這個 這個 這個 壓縮 壓縮這個加權模式 這個是那個2017年 那個 ImageNet比賽的冠軍 它這個結構是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輸出的這些value 舉例來說輸出了三個value 分別是 x1 x2 x3 然後 那個 resigenate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這個是 三個 這個是三個 輸入 然後這邊有三個輸出 那 output 是不是就是x1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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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x2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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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x2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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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用當前的輸出結果 再經過一個神經網路 產生一堆value 然後這個Value我們可以做類似SoftMax 假設我們希望它加起來是E 我們就做SoftMax SoftMax完之後 我再把這個結果跟當前的輸出 把它沉在一起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加權平均 當前的輸出可以自己產生自己的權重 然後再把它加權平均起來 好 如果你有這個idea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Attention模型怎麼做咧 首先當前的輸出是H1到HT 這是當前的輸出 而這個當前的輸出 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東西都可以經過個MLP 這個MLP 在Networking Network的時候是不是告訴我們 這裡就是經過一個Convolution 經過兩層Convolution 經過兩層Convolution之後產生一個新的Value 這個是A1到AT 我們把A1到AT 經過SoftMax處理之後 它就會變成0到1 0到1之間 加起來是E對不對 加起來是E 把它乘上原來的Output 再把它累加起來 這是不是就是加權平均了 所以這一個Attention的這個Mechanism 是不是就可以 拿來幫助我們加權 而這個權重 是不是就直接暗示著這個字有多重要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舉例來說以後 我們要做加權平均的時候 我要講說我這個句的句義 百分之幾是從什麼字出來的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 Attention mechanism 這個Attention score 去看看它百分之幾是從哪裡來 百分之幾是從哪裡來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當你學會Attention score之後 我們實際上還可以從單字到句子 句子再讓文章都可以Attention 這樣懂的意思嗎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先 舉例來說我們這個 產生句子之後 句子到這個 句子又是一個一串向量 對不對 它累加起來又是個固定長度的向量 我們可以把這些固定長度的向量 再讓它產生新的Attention score 然後再把它合併成同一篇文章 然後變那個 那個東西變文章的句義 文章的意思 那個文章意思也可以轉換成固定向量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了解的話 我們使用2015年的標準架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GRU出來了以後 我們做哪些處理 本來GRU是直接Pool了嘛 對不對 直接做Max Pulling 我們把GRU經過第一層Convolution 1 Convolution 1 Ralue Drop 再Convolution一次 Ralue Drop 再Convolution一次 最後的那一層 Fighter數是1喔 這個非常重要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後加權只有 一個權重 一個數字 每一個單字都給我一個數字就好了 我要對那個單字做加權 這樣可以吧 好出來之後 把這個Convolution 3 對它做Soft Max 產生Attention Score 這個Attention Score 再跟我們剛剛的GRU1 把它兩個相乘之後 再做累加 所以這個Attention Score 因為它是一個0到1 加起來是1的數字 所以對於每一個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Pool 1 是不是就是 加權平均的一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我們一樣 Attention Score Attention Magnet 我們只要把這裡 把它換掉 原來我居然還沒訓練完 這實在訓練太久了吧 我們只要把這裡換掉 Architecture這裡 把它換掉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了 好不好 我們讓它訓練一下 那後面的語法是完全一樣的 那如果你用ROC Curve 做預測的話 你會發現 模型效能降低了 那 Attention Magnet 在這個地方沒有用嗎 這個 不見得沒有用 好不好 因為沒有用 沒有用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 Outcome 可能就是抓關鍵字 對不對 抓關鍵字就可以去決定 我們的這個 但是 Attention Score 它至少還有個用 剛剛 Attention Score 可以告訴我們 它百分之幾透過 誰的 哪一個單字 來決定 來決定它的 outcome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把 那個Attention Score 把它抓出來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把模型決定的邏輯 很清楚你就知道了 因為那個Attention Score 舉例來說 這三個字裡面 這個 佔了百分之八十 剩下佔百分之零 那我是不是知道 模型百分之八十 依靠這個字 去決定 結果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 Attention Score 可以拿來瞭解 我們模型的判斷邏輯 這樣多有意思嗎 那 你需要下載 GRUV2 跟GRUV 這兩個檔案 然後 你可以 把 上一次我們的 這個 就是這個整個流程 把它做過一次 然後來看看 這兩個例子 這個例子 顯然就是一個 癌症的病例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它抓到 哪幾個字 哪幾個單字的 Attention Score 比較高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請你 可以訓練完之後 這個訓練要非常非常久喔 他的這個 他這個訓練的時間 要非常非常久 好不好 但是 所以說 你可以直接下載 沒有關係好不好 好然後 呃 我們原則上是這樣子啦 因為這個程式也有點難 所以說 呃 就是 你只要RUN過 可以WALK 就可以了 回去再好好看一下 我怎麼把Attention Score 把它抓出來的 重要就是 某一個 這個 Internal layer 我要把它Output 抓出來嗎 把它Output 抓出來之後 我就知道 這個Attention Score 跟我的這個 這個 對應到的每個字 分別權重有多少 然後再把它Present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讓大家 給大家操作一下 好 就是 這一個Model 如果要用的話 我們先把它停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用 首先 這個是我們的 ROM TO WRITE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需要這個 ROM TO WRITE 這個函數 不然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把那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 文字把它轉成這個 就是正確 就是正確的文字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ROM TO WRITE函數 跟之前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們買PREDICT函數 買PREDICT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我們 一個 中間 有把這個 AttentionScore 把它抓出來 跟我們Logistic PREDICT output 把它抓出來 那這兩個東西 我們都要輸出 所以我們把它變成一個 grouper 然後之後丟到執行器裡面 去輸出 然後我們可以用第一份 做一個實驗 好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個 我們的model在哪裡 怎麼沒有讀進來 買PREDICT model 買model 買model要先讀進來 第14克的model裡面 gru v2 的鈴帶 好這樣子我們會產生 我們的這個 新的這個 Distarge Note 這個是我們新的這個 Distarge Note 它已經文字已經處理完了 然後我們把它 這word index沒有抓到 這word index是前面 前面這裡 好這個 這個模型要可以用的話 還需要把這個 Wikipedia的這個讀進來 好然後word index這裡 現在這是我們 剛剛那份病例 它是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 然後把它丟到這個 PREDICT list裡面 買PREDICT這個函數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實際上的 輸出 我們可以發現 它93% 是透過 Adenocasinoma這個字來的 然後 6.8% 是透過 Casinoma這個字來的 這個應該是蠻符合邏輯的 也就是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 癌症病例 93%透過這個字 6.8%透過這個字 這個非常合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可以看見我們這個 Attention score 應該是有一定的準確度 那如果 我們把它換一份病例 我們換一份病例 來試試看 喔對 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 我們故意把 Adenocasinoma把它刪掉 好不好 舉例來說 我們 我們 就 我們把這一串 這個字刪掉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我們來測試看看 這個結果會怎麼樣 好不好 好你會發現 它99.9%都透過 Casinoma這個字 蠻合理的嘛 對不對 因為它只剩這個字 那我們如果 又把這個字刪掉 它還有癌症的可能性嗎 你會發現 欸 這裡它似乎每個字 都有 一點點的權重 甚至連 空字元 都百分 千分之二的權重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這一份病例 恐怕不是癌症病例的 舉例來說 我們看這個 它只有百分之一的幾率是 癌症病例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可能 跟癌症有關的字 已經有點少了 這樣知道吧 它 整合不出這個 重要的這個 單字 好不好 我們這邊如果 隨便給個Cancer 再做一次 看到了嗎 百分之九十八點八 又透過Cancer這個單字出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欸 雖然說你發現 Attention mechanism 它跟順序好像無關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現在好像又在抓 關鍵字權重 然後去表達出 語意 對吧 欸可是 剛剛的那個圖像 就是剛剛那個 句子 已經充分說明 其實我們人不是 跟順序其實沒什麼關係嘛 對不對 Attention score 它好處在這裡 欸那我們是不是 其實 如果你有Attention score的話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知道 欸其實齁 我們也不見得要用 LSTN或GRU這種結構 我們可以透過CNN 反正我們也在抓關鍵字 然後用Attention把它 整合在一起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 新的 比較先進的這個結構 大部分都 捨棄了 LSTN跟GRU這種結構 不過我們還是要知道 它 東西是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那新的結構 大部分是用Attention score 把這些東西把它 把它抓起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循環神經網路 也就是啊 我們剛剛的這個任務啊 Input跟我們Output Input 我們 雖然長度不一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Padding 填0這個手段 把這個 句子把它補成一樣長 那我們的輸出呢 它就是一個0或1嘛 就是視癌症的病例 或不是癌症的病例 所以這個結構 我們還可以做Padding 對不對 那大家有沒有一個疑問啊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希望 希望 我們做一個 我們想做一個簡單的 就是 我寫了幾個字 我希望它往後幫我填字 對 就是我現在寫了一篇文章 我寫了前20個字之後 我希望它往後幫我預測 我還要寫什麼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的Output 長度是不是就不固定了 那我Output的長度不固定的話 我是不是就 我的輸出是不是就這個 呃 我輸出不固定 我是不是函數 就沒有辦法寫出來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們 我現在想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做圖像分類的時候 有壓縮解壓縮模型 這個壓縮解壓縮模型 壓縮Input固定嘛 Output也是固定的嘛 對不對 那圖像我們可以把它resize 成一樣的大小 可是語言呢 如果Input了一段文字 我希望它輸出一段 一模一樣的文字 也就是我把文字做壓縮 那我現在Output不固定啊 我總不能要它填擺吧 我總不能Output就要填擺吧 對不對 實際上還真的可以填擺喔 好不好實際上 如果Output 覺得我們可以給它一個中指字元 然後遇到中指字元後面 我就不想管它了 這樣Inference的時候就可以那個 就可以 就是限定長度了嘛 對不對 可是那它還是有最長長度啊 對不對 你覺得說我Output Output這個 Output如果 單字如果是 覺得說 有到500個 那我預測長度只有300個 那我要讓它繼續預測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你觀察 LSTN GRU這種結構的話 你發現它其實可以做一種 無線延長的鏈式結構 它的結構是這樣子 我可以把剛剛的Output 覺得Output是某一個單字好了 我把它再丟過來 當作我新的Input 再輸出 再把它丟過來 當我新的Input 再把它丟過來 當我新的Input 它可以無線延長嘛 這樣就可以無線延長 當然我Training的時候 不可能無線延長啊 好不好 Training的時候還是得固定一個結構 就來說用同樣的20個單字 預測下20個單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但是我 實際上 在Inference的時候 它是可以無線延長的嘛 我只要把它的Output 當作新的Input 這樣就可以繼續往下了 好 那我要 欸 我們出去 可能是Softmax出去嘛 因為我們單字 假設總共有100個好了 我要從100個單字裡面選一個 這是Softmax出去嘛 那我們新的Input 在MXNet裡面 要怎麼樣選擇機率最大的那一個咧 欸這是 這是我們 在MXNet有一個 欸靠 他不給面子欸 他為什麼不給我那個 欸我覺得 因為我忘記那個函數叫什麼名字了 蛤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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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X OK 這個 你如果用這個的話 它就會選出最 最大的那個Value在哪裡 那這個東西 又可以透過Embedding 再丟出去 MAX下一層 欸路易斯你怎麼會記得這個很重 沒有這個 都已經聽到這個層了 ArcMax 喔好吧 Argumented Max 我以為它是Max Argumented 因為我之前聽人家講它 就直接ArcMax 那我第一次聽了覺得 什麼小 喔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OK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 我們來 產生一個自動寫病例的模型 好了這個非常有趣啊 我們剛剛不是有原始的 原始的這個Distarge Note嗎 好我們來往下看一下 好看著喔 這是我們原始的病例 好然後我們原始的這個病例裡面啊 我們想要把它做什麼 做什麼處理咧 我們想要把他的這個前幾個字啊 我們要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要I love you 好了 好那個我們希望用單字來做預測 這個是因為我們之後要做SoftMax啦 那如果我們的這個 單字總數有個 有幾十萬的話 這樣我要預測 SoftMax要出去幾十萬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程式負擔會太大 所以我現在希望 我Input是字母 Output也是字母 那Performance不見得會比較差喔 等一下你們看我就知道了 好 那我要把它處理得怎麼樣呢 一樣又是一個Siting Window 用前六個字 假設用前幾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用前幾個字 前一個字預測下一個字 前一個字預測下一個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現在必須把它轉變成 這個LSTM的結構長成這樣子 I 經過LSTM 這個是空白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下一個下一個LSTM 下一個LSTM 下一個LSTM 我的Input就是空白嘛 然後Output呢 L 對吧 在下一個LSTM呢 它的input是L對不對 那output是什麼 喔 一直雷推 一直雷推下去你發現什麼 其實我的input就是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點點點 對不對 那我的output呢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第六個字 那我以後有了這樣 我這個LSTN訓練完了以後 我是不是以後只要丟第一個字進來 它就會給我下一個字 再丟下一個字進來 這個字再丟進來 它是不是又給我下一個字 那它是不是就無線循環了 我的inference後面就無線貼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所以勒 我現在 我現在要來做什麼勒 首先我先make data 我把現在的data 按照剛剛那種格式把它抓出來 來 Data preprocess 它的dimension 喔這有點多啦 這個是input 下面一個是output 喔這個 這個受不了 我先把它暫停一下 簡單來講我的每一篇 我的每一篇這個 我們這個 Data prepare完之後 我們會產生兩個檔案 一個是text vector 那個list 這個text vector list 裡面啊 它的第一篇 就是第一個 第一篇病例 我們來看第一篇病例 它第一個字是 這個缺血 這個 因為我是用字母去表示的嘛 所以說它就是第幾個字 這樣可以吧 那第二個 這個就是它的字典 就是1號是什麼 2號是什麼 3號是什麼 一直到xyz 這樣可以吧 這是它的字典 好所以說 我們來把這兩個東西 把它產生出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 iterator 就是用前面 幾個字去預測 下一格的幾個字 這樣就是第一筆Data嘛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定義一下 iterator 好 這個 iterator 我們來試驗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yValue喔 myValueData 我把它asarray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筆 我用前200個字母 我用前200個字母 當作input 那我的label呢 維度數目不正確 這個我要做soft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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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已經把它轉成0跟1了 所以我要t之後max column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data db 欸這個 喔我是不是不要t啊 我等一下我試試看 好這個是我們的input 這是我們的output 啊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插1 主要是因為softmax裡面它最小的就是1嘛 它是從1開始的 那這裡是從0開始的 它還是有0的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的數字會插1 然後你會發現它37就對到它這個 這個就對到這個 它完全後面delay一個字嘛 這樣可以接受了嗎 好所以說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把data準備好了 data準備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實驗了 RT要怎麼做咧 來embedding 完了之後 GR1 GR2 GR3 疊三層 疊完三層之後 linear predict 出來 linear predict 出來 用 1乘1的convolution 疊出來以後 我們直接做softmax 所以這是一個有三層GRU的一個這個網路喔 那這個GRU的 GRU的這個東西有丟在哪裡啊 GRU cell跟GRU layer 我放在這裡 所以我必須把它讀進來 然後opminer opminer用addon 注意喔 因為我們用的是rnn 我們用的是lstm 沒有那個 就是residue net的結構 所以說我們可能必須要使用addon 不然不好優化 好 開始訓練模型 為什麼要跌三層嗎 為什麼要跌三層嗎 因為 我們總是要把網路跌深一點嘛 你要兩層也可以啊 一層也可以 但是可能準度就沒那麼高 他還是需要有一些深度才能預測的 好不好 那好 這個model 做完之後 這個model做完之後 就是 我們實際上 那些參數 就是我們那個lstm cell的參數了嘛 這樣可以理解了吧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先把它關掉 注意 這個東西它是訓練的下去的喔 它是可以訓練的喔 那我們把那個權重把它抓出來好了 來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鏈式結構要無線循環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inference一定只能夠使用 r裡面自己的語法 我們要把inference cell把它寫出來 這是gru inference cell的函數 我們需要理解裡面的這個 我們一定要首科喔 這個沒辦法 mxnet就沒有好的這個運創工具好不好 所以請你把gru inference cell跟rnn inference function 把它複製下來 你可能必須 你可能必須 你可能必須就是 你可能必須一行行看 你才知道裡面在做什麼好不好 總共是81行的函數 然後 我們把剛剛的這兩個 把這個model把它讀進來 mymodel 等於 mx.model.road rnn v1 rnn v1 rnn v1 下載 好我這兩個我可能有被我毀掉過 我記得好像有被我毀掉過 所以我要把它再delete掉 好我們把它讀進來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mymodel 我們把它source起來 我們先把它清空 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mymodel裡面 好它裡面其實就是有3 注意它只有sys它沒有trance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rnn結構 它就是一路這樣往讀過去 如果我們還要用後面的字來預測前面的 那 那他媽還預測什麼 這樣懂的意思嗎 我們還用後文來預測 現在這個字 那我們還預測什麼 對不對 所以注意喔 這個網路只有sys的沒有trance 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注意喔 它有gate的 它有好幾個gate對不對 好幾層的這個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的這個weight 然後 最後linear predictor的weight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rnn inference function 好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先輸入 Adenocasinoma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效果 欸靠 太不給面子了吧 這個dic 喔這個dic 要去前面的這裡拿 到這裡 這裡還是要做 好我只要拿到dic 我就可以知道那個 欸靠這個 太不準了吧 這樣 這樣這樣這個 這樣這個準度 讓我覺得 讓我覺得太失望了 好不好 那個我們可能要訓練久一點了 好不好 好這個 這個為什麼會那麼不準 我沒有辦法想像 欸 還是這個dic 我看一下我這個dic 有沒有 我有沒有犯一些很基本錯誤啊 我來確定一下 reverse dic 欸不對 對啊這個應該是沒有錯的啊 應該就是60個啊 我的soft max出來就是60個嘛 which max 好他出來就這麼不準 那我也沒有辦法啦 好不好 那我們 那我們不然我們至少把這個a把它去掉好了 這個 最後一個應該要加a嘛 對不對 如果連這個都不準 那就是完全沒有訓練好啊 那maxlens就 然後 10 Adeno Casinoma 這個字已經幾個了 我看一下 我就只輸出一個字 13 那我就輸出14個字 真的 真的是很乖欸 A跟B嗎 喔有可能欸 然後那個斜線斜線在 是不是要空白啊 喔這個 沒有 沒有因為你下一個 輸入錯了 他下一個會被他影響 對不對 所以 有可 有可能是差一格 是不是 我來試一下 那所以我這串語法是有問題的 那我回去要改一下 這裡哪裡要改啊 就看起來就是差一格嘛 好那我們就把他 不然我們把我們DIC的第一個字刪掉好了 第一個字我們就把第一個字刪掉好了 我們試一下 然後DIC 等於 Names DIC 好 1到59 然後 Names 好我們來試一下這樣好了 再試一次 長度必須一樣 好這個要少一個是不是 再 Inference一次 好我 我 我在想我的可能 我們可能訓練的時候 就是 這個順序 他字的順序可能跑掉了 好這個這個我會再調整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們 正常來講 可能是 有些什麼版本的問題之類的 這個我們現在 這個做出來的 我們之前做出來的這個結果 他其實是非常準 大概 你會發現我一直打字的話 他可以把這個就是 他可以把這個後面的字 一個一個字母都補上去 當然啦 他輸的越長 就是你要他預測越長 後面越不準嘛 對不對 因為 因為那都是他想像出來的字 對不對 甚至 假如你打 Chronic clinical disease 他直接斗點 stage 3 如果這個病人實際上 stage 4 那後面他的預測 又是 based on stage 3 對不對 所以大概只有一兩個字是準的 兩三個字是準的 但是隨著這個 如果說這個 隨著那個 你打的字越來越多啊 他對後面的那個敘述就會越來越準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這個循環曾經網路 這一個 這裡的語法我回去會修正一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對不對 那 我先來把他 就是把他train train完好了 好我train完之後 我會再 要嘛就是這個出問題了 要嘛就是 要嘛就是這個 就是字典出問題了 反正這兩個一定有某一個東西出問題了 這樣子 因為這東西是會預測是會準的 好不好那我再更新一下東西 好那這個 回去的時候再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啊 那我們上到這裡 我們今天講的重點就是啊 這個 LSTM 他的這個很複雜的結構 就是有這個長短記憶的結構 然後跟比較簡單的GRU 還有Attention mechanism 那這個 語言的這個模型啊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而且如果你想要處理圖像 好像跟語言沒什麼關係 林姿你會不會這麼覺得 你會不會不太想學語言 看起來好像蠻複雜 看起來好像蠻複雜 好的 我們現在這邊要勉勵一下大家 就是 不應該偏詩 好不好 不是期末啦 好不好不應該偏詩 而是我想告訴你們是說 這個 Deep Recidual Learning 這一篇paper 他其實參考的東西就是LSTM 你覺得如果 何凱民當初是不會LSTM的 那他不太可能發展出 Recidual Learning 為什麼勒 因為這個 在Deep Recidual Learning出來以前 那個時候有一個東西叫 Highway Network 這個Highway Network 他其實 參考的架構就是LSTM 也就是他這個東西進來的時候 他之後的輸出 是E乘上 E乘上這個 一個權重 這個一個權重 跟E減掉這個權重 把他累加起來 也就是他其實加權平均 他把原始的Input 跟 他產生運算出來的結果 用個加權平均的東西出去 那Recidual Learning 只是把這兩個權重都固定為E 那他結構 當然我們後來發現他其實 結構 這兩個結構也可以說是一部分等價 好不好 那這個 何凱民的這個結構更簡化一點 他其實是Based on 之前Highway Network 那Highway Network 又是靈感 又是從這個LSTM GRU之類來的 那Highway Network 當初人家參考LSTM 為什麼會失敗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T度的傳遞 因為 這個T度 他 傳遞 他還是SIGMOID 他不管怎麼樣都不可能不用SIGMOID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因為他必須加起來是E 對不對 那這個SIGMOID 這邊有個SIGMOID 這邊有個Radio 然後沒有一個直通的過去 因為他 中間很有可能被捨去人 這裡可能是0 0 就是這個Input 他可能是0 那100%透過這裡 那他的這個T度就斷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說 這個在人工智慧的領域中 同時關注其他領域的應用發展也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在做圖像辨識 你想要提升你圖像的Performance 你會發現就是 語言的模型好像對你有幫助 而你在做語言分析的時候 你會發現 用Compolution做好像也可以 對 所以你必須同時關注數個領域的 這個發展 不要偏使 好不好 這邊想要講的就是這件事啊 千萬不要覺得不同領域的MODEL跟你沒什麼關係 好不好 關係非常非常的大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我想應該是不太可能問得出問題啦 那個 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那個 每兩節課的這個Project 就是特別難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就是只能說 好好學習 啊我因為上課結束的問題 就是 沒有那麼多節課可以上嘛 對不對 不然這個過程應該要給大家自己實作 然後就 就 呃 帶回去做然後回來練習 像我們習中作業那個樣子 對不對 但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上啊 那個 畢竟你們 這學期才剛開始接觸到深度學習嘛 對不對 到這裡我們應該 學了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 能夠做的時間很少 所以大家回去自己練習啊 好啦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 想講話 好不好 好沒有 下一節課我們開始教對抗生成網路啊 對抗生成網路我們的目標是 用亂數生成一個有意義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生成無限張人臉啊 生成無限個手寫數字啊之類的東西 好不好 那下一節課的model一樣很難喔 好不好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先預習啊 至少所有的程式碼亂過一次是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好就這樣子 relaxed Fernando known 這個 這個 是什麼 超容易 不是 但是 穣 button 就是